只會看到 只會知道它的供應價值 好 所以當兩個交換的時候 價值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要常理判斷 你聽中計經驗有的部分是什麼現金啊 要不然一個3億 一個2.5億 我剛把他跟你換 我把他賣掉以後在拿2.5億 我手上還多了五千萬 去取得你凱商判店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要自己先去理解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是具有商業實質 你就可以承認損益 你把它想成兩個交易 出售 既然是出售 你就可以有損益的承認 如果你不具有商業實質 就是喜來燈跟漢來 兩個都是商務旅館 不具有商業實質 那不具有商業實質的時候 你怎麼去入賬呢? 跟剛剛的具有商業實質有什麼不同呢? 神聖要不要補充一下? 如果不具有商業實質 我剛剛講 具有商業實質是 你要承認損益嘛 不管是喜來燈也好 台大也好 你都要承認損益 承認損益的方式是什麼? 損益的這個怎麼決定出來? 喜來燈的 公民價值跟什麼? 誰的公民價值? 你原本要 我現在先講 如果你是喜來燈飯店 的快進 好 還是家衛要幫忙說明? 那你再說一次 蛤? 你再說一次好不好? 好 再說一次 如果你今天是喜來燈的快進 那你要幫老闆 這是因為會計 只負責後續的會計處理嘛 好 後 交易之後的後續處理 那今天呢 是老闆談好喔 好 那喜來燈的會計 要怎麼去做他的會計帳? 你要怎麼去承認你的損益啦? 找出公民價值跟帳面金額的差距 都是指喜來燈的對不對? 對 好 所以喜來燈呢 他是負責自己的 好 喜來燈的公民價值 跟我出售那時候的帳面價值 中間的差是喜來燈會計要承認的損益 那台下呢 也是一樣 台下的會計呢 根據台下的帳面價值 跟台下那時候的公民價值 中間的差來承認他的損益 這是具有商業實質 那如果不具有商業實質呢 高雄的漢來燈 台北的喜來燈 交換 不具有商業實質 那不具有商業實質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色? 跟剛剛一定要不一樣嗎? 我們判斷了半天 一定要不一樣 才要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不具有商業實質 你就不能承認損益 不能承認損益 如果你是不具有商業實質的交換 那就不能承認損益 跟剛剛的具有商業實質 可以承認損益是完全不同 那不能承認損益 那我怎麼去入賬呢? 當然我把資產換出去 我就必須把我換出去的資產 從我的賬上把它什麼? 把它除裂掉 那我取的這個資產 我大概用這個資產入賬 那我不能承認損益 如果兩方雙方沒有收過負現金的話 我就以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 當作換入資產的入賬金了 這樣清楚嗎? 因為這樣我完全就是什麼? 沒有資產的資產 然後雙方又沒有現金的收付 那我就以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 當作換入資產的入賬成本 這樣清楚嗎? 因為這樣我完全就是什麼? 沒有所謂的損益分身吧 我的資產賬面價值有多少? 我說你多少? 從賬上除裂掉 好 那除裂的時候呢 因為你沒有取得現金 你是取得另外一個資產 所以你拿另外一個資產 當作你入賬的成本 如果你有現金的收跟付 我剛剛講說是完全沒有現金的收付 好 但是如果說呢 今天是漢萊飯店2.5億 喜萊登是3億 那喜萊登的3億 可是呢 它的賬面價值是2.8億 我再說一次喔 賬上的金額就2.8億 啊 可是這個喜萊登這個時候的 公允價值有3億 好 那漢萊這個飯店呢 公允價值是2.5億 好 我說了喔 它的Fair Value是3億 然後呢 它的Fair Value是2.8億 那看來呢 它的Fair Value是2.5億 那你想想看 它這樣換的時候 它會這樣跟它換嗎 我喜萊登給你 漢萊交換 好 完了 那漢萊飯店就賺到了 因為公允價值 它換到喜萊登比較高啊 那漢萊飯店的那個公允價值比較低啊 那對喜萊登來講 那個老闆就虧啦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 你要知道說 雖然它不具有商業實質 但是 你們在這樣換的時候 我說雙方只會看到公允價值 我只會看到這個公允價值 好 喜萊登在說 我這個資產呢 我現在賣掉可以拿到3億喔 你這個資產賣掉只拿到2.5億喔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換 對不起 你要給我0.5億 你要給我 千萬我才要跟你換 好 那當然這個喜萊登的老闆呢 也覺得合理 因為公允價值就這樣嘛 好 我給你5千萬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喜萊登怎麼路障 喜萊登怎麼路障 好 所以喜萊登來講呢 因為我把這個喜萊登半頁 好 我們把它寫上去呢 就是 我 或者是寫舊資產 好 那我剛剛說他的帳面價值 他的帳面價值是原始成本減到2.8億 我們現在不管他的原始成本減到2.8億 我們不管 我就直接假設他的帳面價值就是2.8億 好 那現在呢 喜萊登呢 他拿到現金5千萬 好 那我漢萊呢 我的飯店 好 這個是我的資產啦 好 我取得新的資產叫漢萊 他的公允價值是2億5千萬 如果這樣子寫 你會發現什麼 借財方不會平衡啊 因為財方是2億8 但是借方呢 有3億 那借財方不平衡 原因是什麼 因為帳面價值是2.8億 然後公允價值是3億啊 不一樣 這2.8億 然後公允價值是3億啊 可是我剛剛講的 他是不具合商業實質 不能承認損益 他怎麼辦 喜萊登 帳面價值2.8億 這是我帳上的 我拿到5千萬 這也是事實啊 所以我只能調整的是什麼 我取得漢萊飯店的入账金額 因為我的入账金額只能承認多少 2億3億 這樣看懂嗎 再說一次 第一個 不具有商業實質 我不能承認損益 那不能承認損益 我就以換出資產 當作我換入資產的入账成本 但是如果我的資產交換裡面 又有現金的收跟付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 喜萊登有收到5千萬 所以呢 我就入账的金額是以換出資產的 帳面價值 減掉我收到的賢金 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減掉我收到的賢金 當作我換入資產的入账金額 大家看懂嗎? 好 所以這句話你把它搞清楚 第一個 不具有商業實質 就不能承認損益 不能承認損益 那我怎麼去反應 或者是怎麼去記錄這個交換的事實呢? 我就以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減掉我收到的現金 或者加上我付出去的現金 來當作我換入資產的入账成本 好 所以看一下 勢必補 287頁 貨域公司有100萬 累積則就有60萬的機器 來交換光圈公司的機器設備 那第一個 假設 它具有商業實質 知道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有45萬 那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 不知道 好 要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 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 好 那具有商業實質 意思是什麼? 我可以承認損益 那沒有 重點是 雖然換入資產的公領價值 我不知道 而且 我沒有收入或付任何現金 所以呢 如果這種情況 我剛講 如果是缺有商業實質 我可以承認損益 光園公司它產的損益怎麼承認? 它的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跟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 中間的差 來承認它的損益 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有多少? 換出資產的公領公司 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有多少? 不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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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萬好不好 對啊 成本檢價累積遮就嘛 40萬 公領價值有45萬 所以它可以承認5萬的利益 交換利益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後面287頁的情況一 因為沒有收到現金 也沒有付現金 所以它是借機器社費45萬 因為它的公領價值45萬 好 那因為呢 它是具有商業實質的 所以以公領價值跟帳面價值中間的差來承認它的利益 好 所以它儲分資產利益就5萬 好 這樣看懂嗎?就是第一個情況 一 具有商業實質 第二個情況是 具有商業實質 那我只知道資產 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有32萬 換言之我不知道 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 我只知道換入資產的公領價值 然後另外呢 光率公司都收到10萬塊的現金 雖然它沒有直接告訴你 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 可是你從這樣的一個資料裡頭 你就可以判斷 至少雙方 它的認知裡面 這個換出資產 光率公司的公領 那個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有多少 有42萬 因為它拿到了32萬的資產 最後又付它10萬的現金 所以等於是它拿出去的這個資產的價值有42萬 這樣看懂嗎? 所以 情況二的時候 它拿到現金10萬是40 換入資產 公領價值32萬也是40 然後呢 它的帳面價值只有40萬 所以它可以承認2萬塊的儲分利益 好 你可以看一下在我們的情況二 這樣看懂嗎? 情況三 我們這邊這個例子講 我就下課 所以大家撐著點 好 情況三是不具合商業實質 好 那我們說呢 不具合商業實質 其實後面的資料就不用看了 它說要來告訴你說 換出資產的公領價值有42萬 那我告訴你說 既然它不具合商業實質 我是不承認所分利益的 損益的 所以我的賬業價值40萬 而且它越來越收到現金 有支付現金 有支付現金 光領公司支付現金10萬 所以它交換的這個資產 帳面的40萬 它又付了10萬塊的現金 所以它的 等於它付出50萬的那個價值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的兩百八十八月 第二個 第三情況三 它取得的這個新的光領公司的資器 它成了50萬 為什麼成了50萬? 因為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40萬 加上它又付了現金10萬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代方是不是有的現金10萬塊 所以它承認這個換入資產的 機器設備有50萬 它們承認損益 沒有 雖然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只有40萬 它的公領價值有42萬 但是因為它不具有商業實質 所以不承認損益 好 這是資產交換而取得的 入帳的判斷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